第13体,右图为物质三态变化是一图,请一图回答 哪些过程是放热反应? 那我们的A的过程是从固体变成气体的升华 那么这个是一个吸热反应 那么反过来气体变成固体就是一个放热反应 我们的E是我们的液态变成气态 那这是一个吸热反应 那么倒过来气体会变成液体是一个凝结 所以它就是一个放热反应 那么我们的C是从固体变成液体 那么这个就是融化的过程,就是吸热反应 反过来液态变成固态 这是一个凝固的反应 这就是一个放热的反应 所以我们属于放热反应的有B,然后珠,然后F 所以我们第13题问我们说哪些过程是放热反应 我们答案选的是C,B,珠,F